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的存在 机场飞机都绕到飞行了35年的时间 并且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正常作息 飞机的起降时间也是定在了每晚11点之前 为此机场的维护成本比普通机场高出了数倍不止 不仅机场无奈 政府对这些钉子户也是相当无奈 不仅赶不走 还得专门给他们修建公路 户型中政府预算也是高出了许多倍 成田机场于1978年开始修建 因为这几户钉子户的存在至今没能完工 就连唯一的一条跑道已是耗时12年之久才建成的 期间经过无数次谈判 拆迁款也是一涨再涨 可钉子户们就是不为所动 他们只有两个字 不办 就连政府出面都不管用 据说他们的手上有一份受法律保护的地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机场和日本政府对他们才束手无策 因为如果违反了法律 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也为这些钉子户们助长了一些底气 那这种情况如果放在我们国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